138 經濟日報 青海 盲名幹部入企幫困解難 2015年7月26日耀文靈二本部記者馬玉宏石禎企業出了問題找誰 政府出台的政策我們怎麽用 這次幹部入企服務 讓我們找到了主心骨 發展的信心更足了 黃源吉有陳曹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吉有錦蓋地說 青海能源原材料產業和重化工產業比重較大 今年以來 受宏觀經濟影響 傳統資源能源企業比較優勢減弱 生態保護等制約因素明顯增多 主要經濟指標增幅回落 效益下滑 企業發展艱難 威適應新常態 激發生活歷 5月份以來 青海省在全省範圍開展 請萬名幹部入企服務活動 著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後一公里 幫企業把脈爪依在入企時有原則 幫助企業解決問題 但是要分清責任主體 有些問題是企業自身導致的 就不過度參與 有些問題在工作組層面能解決的 就主動協調落實 工作組解決不了的 就上部省級馬上就辦辦公室跟蹤辦理 負責在大通 落到 金河灘工業院區三家企業的第二工作組副組長 省審計廳副廳長竹向東介紹說 小組在一起疏理問題時 發現兩家企業對大學生就業和實習方面的優惠政策了解不救 於是協調省社保廳下屬的人才交流中心與企業人力資源部門進行現場對接 最終確定兩家企業符合享受補貼政策的大學生有100多人 青海模具製造科技有限公司是青海唯一的專業化模具製造企業 公司將生產力不足的情況反映吸入住的第25工作組 工作組發現該公司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指示生產能力沒有完全釋放 工作組成員趨勇將省內備品備件、生產維修等領域各種需要模具的企業列出名單 並協調企業與模具公司現場對接 而在以前對接的這幾家企業 因為不知道省內企業可以製造模具、經常遠付浙江定制產品 解決政策指導失蓋不落地的問題是這次活動的重點 各地區、各部門對好入座、細化分解落實 省財政整合和新增14.7億元支持市場主體發展的專項資金 以陸續下達發揮作用 稅務部門為全省9萬餘戶小微企業減免增值稅7400萬元 為相關企業減免各類收費2275.6萬元 入企服務的目的是提質增效 數據顯示 上半年青海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產業產值 分別增長25.9%19.5%和18.7% 裝備製造業同比增長31.5% 服務意識提升助發展來自省林業廳的同城雲高數機者 它對接的海南藏族自捷州主要以畜牧業為主 因此相關的陶載加工中小微企業較多 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 而這些企業想從國有大銀行貸款非常困難 平時運轉資金基本由省內金融機構再扶持 同城雲感慨地說 入企兩月 發現小微企業太不容易了 這次入企對我是很大的鍛鍊 工作下尋了解實稱 各級幹部買開腿 張開嘴 幫助企業盜難關事入企服務的重點 工作組和督道組實行分級負責 分片包幹 分戶幫扶 責任到底 各級馬上就辦辦公室採取每日通報 會議部署 重點督辦 協調服務等方式 指導入企服務工作 十名省級領導聯點二十多戶重點企業 八個省級督道組和三十七個省級工作組 五百一十一名幹部聯點八十四戶省級重點企業和八個市州 分級負責 分級工作 發揮來自五戶四海的組員 主動為企業港解稅收優惠 項目建設 人力資源 產品出口 品牌創建等政策 開展工作流程輔導等工作 使企業辦事能夠找到門 解困能夠找到家 清海經訊委組織開展製造企業與物流企業專長對折 省總工會創新清海高原工人先鋒號創建活動再體 省國稅局全面優化網上申報系統元件功能 省科技廳大力支持科技創新服務平台建設 清海萬名幹部入企服務兩個月以來 以解決和提出解決方案2229條 至問題總數的93.69% 再協調解決問題的同時 除聯了幹部隊伍 增強了企業發展信心 促進了工業疫勢上行 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由1月至4月的6.7%上升為1月至5月的7% 以季度增速7%以上 初步或製料工業增速效滑趨勢 上半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7.9% 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26.65億元 比上年同期增長10.2% 經濟形勢呈現穩中求進、穩中向好